我们没有觉得了 我能主宰 如果我能主宰 我希望我 荣华富贵 健康长寿 我能不能做到 做不到 做不到 那你没有啊 真做到啊 那才是我 六 威喜相容 安丽门 大苏月 如流利品 臣度戒子 这以上过门呢 贤明 光下不安 一度相容之意 今次 第六门 根知 无论如何 威喜之中 一口寒容 一切诸法 一毛 一尘之中 无边 插海 一切诸法 同时 永远 如一尽中 阴心万象 我们就看到 此地 这一门 一门 一门 是叫 威喜 相容 安丽 那 前面 我们所学的 五门 都是给我们说明 世出世间 一切法 任何 任何业法 都没有 例外的 都有 光辖 无碍 相容 相及 这种现象 那么现在 大四给我们讲 第六门 六门 讲得更威喜了 指出 无论如何 威喜之中 这句话 意思很深 很广 随着先进的科学 我们看到了 看到的是 科学家的报告 他们在 实验室里面 看到 看到 宇宙的 来源 宇宙的起源 给我们 这世间人 做出了 报告 就是 现代的 量子 科学 在报告里面 说 它世界的 一切 其实 都是由于 相同的 物质 这个相同的 物质 是非常 微小的 光 光速 科学名词 叫量子群 他们的 速度 震动的 速度 并不相等 也就是说 又快 又慢 其实 我们就说是慢 也不是我们 能够想象的 它就快 快到什么程度 慢慢的 都不是我们 能想象的 到底 这是有些光 震动的 慢的 变成了固体 我们看到 泥沙 十块 三十 这是震动 频率慢的 稍微快一点呢 就变成了 动智 更快的呢 就变成 现在是讲的 电波 电磁波 这是 近代人 发现 那么还有 科学家给我们提出 更详细的报告 为我们解释 四十真相 这是一位德国的科学家 他是专门研究 量子力学的 他说 世界 所有物质的起源 与存在 都是由于 一股力量 能够使 原子 分子 震动 在佛法里面说 自信 是清净的 是光明的 是永恒的 是不动的 六族 六族会能大师 开悟的时候 言语很简单 把四十真相 说出来了 原子 电磁 量子学家讲的 光磁 都是物质 物质 没有离开 震动 也有科学家 把它叫做 波动 都是一个意思 我们都能理解 震频 震动的频率 波动 是一个意思 如果没有 这个波动 现象就没有了 这跟我们 佛法里所说的 宇宙缘起 非常相似 佛告诉我们 佛也是 清正的境界 他怎么正得的 甚深禅定当中 见到的 禅定是什么呢 禅定是清净心 是平等心 清净心 深智慧 平等心 那就是大车大五 明心见心 古人做功夫 都在定中 都在定中 学习 讲功夫 都是讲禅定 禅定 就是清净心 你的心 清净到什么程度 那 佛告诉我们 这个清净心 我们通通都有 是我们的真心 是我们的本性 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呢 现在还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为什么会变成六道凡夫 这大臣经里面说得清楚 我们忘了 忘了就迷了 我们没有用真心 真心在 没用它 我们用的什么心呢 用的忘心 什么时候忘心呢 大臣教里面讲的阿赖也就是忘心 你看我们学这个法相为师的时候 我们不是专修这个门口 我们学一点常识 像这个百华明文论的三世诵 我们学过这些 那么知道 意念不绝 这意念不绝就叫做无始无明 为什么叫无明呢 因为真心是光明的 极其威胁的波动才起 这光明就射掉了 光明就变成黑暗了 所以叫黑暗叫无明 无明就是黑暗 这忘心 恒不信的 恒不信的 在忘心当家做主 真心摆在旁边 不起作用 六道如实 四圣法界也如实 什么时候觉悟了 不用忘心了 诸位要知道 我们齐心动念的时候 第一个念头 想的什么呢 我 无论 无论你 无论你 有意无意 肯定第一个念头是苦 你没把我忘记 佛说 六道众生 我这个念头是假的 不是真的 所以佛在这个教学当中 常常给我们讲 无我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我们学佛的人 尤其初学 要听到无我 就害怕了 无我得了吗 他都不敢 进佛门了 所以世真由善巧方便 前面讲 迎谢 对初学的时候 佛不将无我 佛将有我 大家就兴奋起来 有我 有常乐我尽 佛不讨忘 真有我 真有常乐我尽 那我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主宰的意思 是自在的意思 佛给你加个定义 那我们想想 现在我们这个我 有没有主宰的 这个意思在里头 有没有自在 自在实在讲 就是社学门讲的 无碍 四四无碍 我们没有觉得了 我能主宰 如果我能主宰 我希望我荣华富贵 健康长寿 我能不能做到 做不到 做不到 那你没有我 真做到 那才生活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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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主宰的 我能主宰的 我能主宰的